好 還在侯昌明跟阿迪跟宋一鳴 後面的這一位是誰 只剩下我跟黃鐙輝了 好緊張喔 看一下最後一名到底是誰呢 趙慶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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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10位男士請不要太介意這個排行榜 因為只是男士們自己 票選的結果 對 所以我覺得看電視的女生 可能不太同意這個排行榜 然後女生在意的事情呢 可能也跟你們在意的事情 不一樣 所以呢 我們現在要請教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請10位男士寫下來 你們結婚紀念日的日子 結婚紀念日 宋一鳴寫了1月4號 1月新少青 寫了6月30 卡迪是6月6號 陳國華12月13 王國文11月17 夏克力9月2號 對 他們可能自己亂寫一個 就在想說 如果寫錯 就會然後他就來家裡說 你寫錯 侯昌明為了打敗你們 他還寫了 贏曲跟彥克兩個日子 他應該記得賬單吧 是有開發票給來賓是不是 因為那天花很多錢啊 我一定記得 卡迪哥 你應該問這個 要許太太的身分證字號 我可以記得嗎 誰會... 誰會男士 你以為只有你會背啊 誰會男士請寫下來 岳母大人的生日 太難了吧 岳母大人喔 岳父不行 岳母 何榮麗 何榮第一個寫出來 你真的是長男的媳婦耶你 因為每一年都有過 所以我會知道 不會吧 真的這麼多人知道嗎 對啊 宋一鳴你知道 我突然只有開玩笑 你知道岳母的生日 我知道啊 他現在還在上海 我都知道 宋孝欣也知道 農曆... 仙下的人都不知道對不對 我不記得 黃鐙輝10月份什麼意思 因為我才剛跟他說 生日快樂的忘記哪一句 你知道嗎 我們剩下的人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陳光華不知道 洪多拉斯不知道 我知道岳父啦 所以沒有壓力要知道是不是 太太不會不告訴你 你知道岳母的名字嗎 當然知道啊 岳母名字不一定知道 不一定知道 知道啊 以前我們都知道岳母 都會貫夫姓啊 醉得有點難 不會 應該不會 岳母的名字會忘記 他可以知道 你知道黃佳謙的媽媽的名字嗎 寶太花 怎麼這樣 沒有人姓寶吧 人姓寶嗎 等一下 我笑一下 不好意思 聽起來 因為 因為我看到無效 在採爆花 採爆花 採爆花 我說什麼 採爆花 採爆花 外國人會放前面後面 採爆花菜 採爆花菜 採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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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採爆 採爆 你今天 差不多了 夏克力 你今天這個笑點 不是 他把那個拉麵 他把家裡的這個包包麵 大家就叫我 大家就叫我夏立克 什麼什麼東西啊 夏克力一戰成名 是啊 花菜花菜 花菜 你已經抓到了啦 你抓到了 打醒十位男士寫下來 你們所記得的 上一次跟太太很認真地說出 我愛你三個字 是多久以前 OK 宋一鳴是昨天 送到金是今天早上 洪昌明是前天 不要跟我講啦 等一下都快走了 好久喔 陳光華是一小時前 真的嗎 不是 5月18是10年 沒有...就今年的5月18 是我老婆生日 我們生日的時候會講 你怎麼才生日才講 為什麼5月18要講 你會覺得有些東西 要用行動來表示 你一直講一直講的話 他會覺得很煩 那你錯了 你錯了 而且我老婆他也是一個 不容易表達自己內心的一個 他不會說我愛 可是你行動表示是怎麼表示 直接把衣服脫了 沒有... 那個是他自己會有感受 愛他的時間就長一點嘛 對啊 黃燈會令我很意外 年輕人不是應該多講嗎 我很不看好他 你幹嘛說好久沒有講 我也覺得不用一直講出來 因為我比較害羞 對 他有夾睫毛對不對 沒有 女生就愛男生講歪耶 我知道他打玻尿酸在這邊 你有沒有看到那邊 這兩條凸起來很奇怪 有啊...很怪啊 你那是補失敗了吧 因為你淚溝現在凸起來了耶 是喔 好像帶...很像帶蛙鏡耶 那個這麼大眼耶 有點補起來了 沒有 因為他那個有... 最近拍戲很累 他是不是帶蛙鏡的關係 感覺好像有一圈 對... 你太太有喜歡你現在的造型嗎 我... 她應該一直都很喜歡我吧 對 所以你認為其他人說 今天早上才講 騙人的 騙人的 不可能 可是如果你太太喜歡聽的 助理... 助理打電話 快點 助理 把我的那個手機拿來 簡訊裡面就有 剛傳的 怎麼可能 你用簡訊傳給你太太我愛你 愛老虎猶 好復古喔 我... 黃飛虎猶... 黃飛虎猶才這樣子 你是發給通訊錄上 所有的女生嗎 沒有... 其他的都說我想... 不是啦 我喜歡愛老虎猶 有署名嗎 還是只有愛老虎 當然就是... 我叫他... 他叫我... 臭蟲 阿臭 我叫他笨笨 笨蛋 對 我就笨笨 今天早上有什麼什麼事 我已經出門了 我要去錄康熙了 然後愛老虎猶 還滿貼心的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很不真實 應該要每天出門的時候 老婆都在門口送你出去 你都沒有講 對啊 你講什麼呢 因為我們每天出門的時候 一定要在門口說再見 老公 加油 OK 我們是每天... 老公 加油 再演戲啦 不是 我們是每天一定... 每天我跟你講 這個我愛你喔 好 我要提醒所有男性朋友 你們兩位特別要檢討一下 一定要每天講 一定要每天 這是一種習慣 這是一種好的習慣 好 接下來我們要請教十位男士 就是請寫下來一件 你的夫人 讓你最受不了的生活習慣 妳先生有受不了妳什麼事嗎 她愛我愛到不行耶 真的 我真的是很成功的太太啊 我沒有令人受不了的地方 所以她如果今天坐在這邊 寫不出一條 她受不了妳的事 寫不出來 可能就是要擔心太多人愛我吧 所以我只是敲心腦 阿迪是每餐都要喝湯 這很過分嗎 因為我很不喜歡喝湯 所以變... 因為家裡現在煮飯都是我在煮 所以變每一餐 我都要特地為她煮 太太為什麼不煮 因為她要顧小孩 而且她廚藝沒有我好 宋少卿太太是愛囉嗦是嗎 對 她的囉嗦是 很容易重複的事情 她的囉嗦 因為很多太太可能都比較喜歡 多唸幾遍這樣 不OK 可是別人的太太可能也這樣啊 她都唸啥啊 那個都... 少喝一點吧 什麼都唸 不管 不OK 對 好 其他的都OK 可是你會跟她... 你會跟她說閉嘴嗎 不會 不會 忍耐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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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妝時間太久 對 所以跟她約出門 她會因為化妝而拖延嗎 我跟你講 我老婆 那個東西亂丟是 大家都清楚 就是說她... 我是...我不是說 你東西亂丟 我不是不准她丟喔 是我在後面跟著她撿 幫她收好 我是有潔癖的人 你知道一事之不治 何以天下國家為 你這個房間都沒有管理好 剛剛有一個在什麼 這東西 一事之不治 何以天下國家為 我覺得你老婆怎麼可能受得了你啊 不過她也跟著我 你一定很愛教訓人跟教人 對 我會一直唸她 就說你這東西不要亂擺 我把你收好 她們三個寫的都跟妳無關 化妝太久 然後愛囉嗦 都不是我 愛喝湯 我愛喝酒 對 真是的 中西文化差異大 小S當成告從夏克里 外國人的那個原則這樣 因為太太說Shit 我跟妳有種 我會跟人家說Shit 不能講這麼多 沒有... 就是她的那種擁抱 就是我... 撞到她 她說 Shit 真的是... 那是奧妙 為人家說 你要說 我是什麼東西